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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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是我们中学课本里学过的 这是北宋明臣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里边特别有名的一段 这段当中又有特别有名的一句 就是这句 先天下之忧而悠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一千年来不知道激励了多少的人人之事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当范仲淹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 他所处的心情 他的境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这篇《岳阳楼记》并不是一个范仲淹实地到洞庭湖去实地探访岳阳楼的一个游记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看图说话的作品 具体的说就是范仲淹的同年 就是跟他同一年考中进士的滕宗亮到岳州这个地方去做官 滕宗亮在做官的第二年就把岳阳楼重新修好了 修好了之后又请画师画了一幅图画 画下来了岳阳楼 画下来了洞庭湖的壮丽的景象 然后让人把这幅画送给范仲淹 让范仲淹看着这幅画写下了这篇岳阳楼记 那么藤子经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到的岳州 修的岳阳楼呢 庆历四年春 藤子经折首八陵郡 折是什么意思 就是贬折 藤子经就是藤宗亮的字 藤子经是一个折官 是一个遭到了处分 被贬到岳州去的官 而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呢 范仲淹是在庆历六年的九月 写下这篇快智人口的岳阳楼记的 那么庆历六年的九月的范仲淹 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他同样也是一个折官 折官呢 就是遭到了处分的官员 自古以来 折官大部分都是一些失忆的人 但是我们看 在这篇岳阳楼记里边 我们却看不到任何的失落的情绪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宋代士大夫那种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被贬折到地方去了 已经处江湖之远了 但是范仲淹还在忧其民 还在忧其君 范仲淹最关心的 还是天下国家和百姓 忧患意识可以说是范仲淹 政治思想的主调 也是他政治生涯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天盛的五年 也就是公元的1027年 这个时候 宋朝建国已经67年 而且已经从禅渊之盟之后 已经是23年没有打过大仗了 朝野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和平的 祥和的气氛当中 大家都觉得天下太平 没什么可想的 没什么可说的 大家都一块过好日子就行了 就在这一年 范仲淹遭遇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个 就个人生活来讲是一个打击 他母亲去世了 他跟他母亲是相依为命的 他母亲去世了这一年 那么范仲淹就丁优在家 他在家在母亲的校服之中 在母亲的丧服之中 但是他考虑的仍然不是个人的一心之气 就是一个人的悲伤 他考虑的还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他觉得当时朝野上下这种太平得意洋洋的这种氛围 实在是太令人担忧了 天下太平已久 二十三年没打过大仗 从皇帝到宰相 到底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员 大家都觉得很好 大家都觉得我们就可以享乐了 就可以过好日子 不用想别的了 范仲淹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危险 就是朝廷无忧 则苦言难入 而苦言难入 则国听不聪 朝廷如果没有忧患意识的话 那么那些个发现问题的批评性的意见 就难以被皇帝被朝廷被宰相所听从 而这些批评意见 如果不能够被及时的听到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被及时的发现 那么早早晚晚 这个国家是会出问题的 这就是范仲淹的忧 他的忧患意识 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 就让范仲淹成了一个非常积极的政治的批评者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善于发现问题的人 而且当他发现了问题的时候 不管这个错误是谁的 不管这个问题涉及到谁 他都会勇敢的把它说出来 范仲淹这个时候正是宋仁宗的时候 宋仁宗即位的时候年纪非常小 所以是他的妈妈 他名义上的妈妈刘太后当政的 这个刘太后呢 如果我们公平一点说 他确实还是一个非常有所作为的一个女政治家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讲 按照当时人的这个观念 一个太后掌权 一个女性政治家在台面之上 这对于国家来讲 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事情 刘太后呢 虽然后来没有坐武则天 但是刘太后还是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跋扈的 皇太后掌握着大权 在这个国家礼仪当中所占的地位 也是非常之高的 从仁宗朝开始 那么每年到了冬至这一天 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朝会 每年到了冬至大朝会这一天 这个小皇帝呢 都要率领百官 给皇太后行礼 那是要行叩拜之礼的 也就是说皇太后呢 念南背北坐在宝座之上 皇帝呢 是在台子之下 在皇太后对面 跟文武百官同列 站在文武百官的前面 然后他们一起向皇太后行礼 按道理讲 虽然说按照伦理秩序 家庭的伦理秩序 皇太后是妈妈 皇帝是儿子 儿子对母亲有孝道 应当行孝道 但是那是家人之礼 如果按照当时的这种国家制度而言 当时实行的是皇帝制度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在国家的范畴 国家的层面上 在国家礼仪的层面上边 仁宗向皇太后行这样的大礼 其实是不合适的 他损害了皇帝的尊严 他破坏了国家制度 但是呢 从仁宗即位一开始 仁宗就行这样的礼 文武百官 宰相大臣都没有说声 直到七年之后 刚刚进入中央的范仲淹 才发出了第一声抗议 范仲淹指出来说 皇帝与百官同列 向太后行礼 这不是家人之礼 这是国家之礼 这是不合适的 他损害了皇帝的尊严 这是不对的 应当改变 范仲淹这一声喊出来 这刘太后还倒没怎么样 但是吓坏了谁呢 吓坏了燕淑 燕淑当时是什么呢 燕淑当时是书密副使 宋朝国防部的副部长 燕淑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范仲淹到朝里边来 就是他推荐的 燕淑吓坏了 于是呢 燕淑就着急忙慌的 就把范仲淹召来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燕淑很害怕 可是范仲淹一点不害怕 当范仲淹敢于向太后 提出来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她就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她不怕 当然最后刘太后也没有说什么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范仲淹又多次上书 要求刘太后把权力交还给皇帝 因为皇帝已经大了 皇帝已经成年了 皇帝可以自己掌握政权了 太后应当交权 应当尊重皇帝的存在 当然其实这个刘太后呢 也没有那么好说话 刘太后一直掌权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而且在刘太后临死的时候 还留下遗嘱 要让跟自己特别相好的这个杨太妃 再当太后 而且要让这个杨太后继续掌权 当然这一点 因为很多官员的反对最终没有做到 宋朝没有出武则天 他跟范仲淹 像范仲淹这样有担当的官员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批评当权者 特别是批评皇帝 批评太后 这是有风险的 这个风险 范仲淹不是不知道 他是知道的 比如说 他曾经批评一个大宦官 颜文应 这个颜文应呢 他自己当时做的就是 入内都督之 就是大内的总管 是离皇帝很近的 这个大内总管 而且颜文应的干儿子 颜文应的杨子 当时还掌管着皇帝 接收信息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预要约 颜文应是一个 非常有权势的大宦官 而且仁宗皇帝也特别信任他 就是这样一个宦官 范仲淹觉得 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个人 才不应该留在皇帝身边 在宋仁宗执掌朝政的日子里 颜文应一度 深受皇帝的恩权 他利用手中权力 欺上满下 搬弄是非 导致众多大臣被废 后宫不能安宁 国家正无废齿 这样一个坚定小人的存在 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然而 别看只是一个宦官 要想对付他 营火烧身 给自己带来灾祸的风险极大 那么范仲淹是如何对付颜文应的 他下一个矛头 又会指向谁呢 范仲淹决定 要到皇帝面前去抗争 一定要把这个 颜文应赶出去 但他知道这件事情很难 所以当他进宫 要去谈颜文应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把他的大儿子 范淳仁叫到身边来 嘱咐他 就把家事 把家里的事情 通通嘱咐给他 告诉他自己的儿子 就说 我这次进去 要谈颜文应的事情 我就是准备以死相拼的 皇帝要是不听呢 我就豁出去 因为范仲淹的坚持 颜文应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范仲淹的这种勇敢 这种敢于说话呀 对于宋朝的政治风气的改变 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宋史的范仲淹传里边就有这么一句话 非常重要 说范仲淹呢 是美感激论天下事 奋不顾身 依时士大夫 角力上风节 自仲淹唱之 角力上风节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整个官场的这个风气变得激昂起来 大家都非常重视气节 大家都非常重视原则 这个变化是从范仲淹开始的 当然范仲淹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要批评皇帝 要批评宰相 这都是要冒巨大的风险的 当时有一个 仁宗非常信任一个宰相 吕仪简 当时有什么重要的这种职位的任命呢 都挺吕仪简的 吕仪简可以说是全清朝野 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大家都不敢说话 唯独范仲淹 他去找仁宗 他画了一张图给仁宗 百官图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图上边啊 就罗列了吕仪简当政以来一些非常重要的人事任命 范仲淹把这些人事任命罗列在那 然后呢 就把他分了类 他告诉仁宗说 你看这些个任命 这是合理的 这是合乎制度规定 合乎传统的 这些人应该到那些位子上去 而另外一些人 范仲淹就告诉仁宗说 其实这些是不对的 这些是吕仪简的私人 吕仪简一个全清朝野的宰相 皇帝那么信任 他皇帝都不说什么 但是范仲淹告诉皇帝说 这个人不行 这人是有问题的 你必须要注意他 要警惕他 范仲淹这么说呢 肯定就得罪李宇简了 后来李宇简呢 就污蔑范仲淹搞捧党 就是搞小集团 最终呢 就把范仲淹扁了出去 扁到了饶州 但是范仲淹被扁出去之后啊 他心里头想的还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国家一定要有人提意见 这个建争的路 提意见的路 揭发问题的这个路径 必须是畅通的 范仲淹被扁出去之后 他当时有一个朋友梅妖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 梅妖臣呢 就写了一篇副 林屋副 就是一个很有 怎么说呢 很有灵性的乌鸦 林屋副 梅妖臣就写了林屋副 送给范仲淹 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林屋啊 这个有灵性的乌鸦 他能够发现问题 他发现问题之后呢 他就会报警 可是呢 主人呢 不愿意听他报警 听到他在耳边 郭燥这样呱呱的叫 就会觉得很烦 于是呢 在林屋副里边 梅妖臣呢 就建议 这个林屋 事实上就是建议爱提意见的范仲淹 要怎么样呢 要截耳舌兮 前耳慧 把你的舌头打一个截 把你的鸟嘴锁上 不要再说了 你保持沉默 你保持沉默 这对你来说 才是一个福气呀 你只有保持沉默 你不说了 才能保证你自己的生命 保证你自己的富贵 这是梅妖臣的林屋副里边 对范仲淹说的话 这是朋友的一番好意 但是范仲淹 拿到梅妖臣的这个林屋副之后呢 他是不能够表示同意的 范仲淹也写了一篇林屋副 在范仲淹的这个林屋副里边 他就借这个林屋 这个有灵性的乌鸦的嘴 表达什么呢 就是说 表达他自己的理想 命灵而死 不没而生 宁可做一个报警人 把话说出来 因此得到死亡的命运 献出生命 也不愿意 看到了问题 仍然保持沉默 由此来苟全自己的性命 这就是范仲淹 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批评者 在范仲淹的眼里 无论是大臣还是皇帝 只要做的事情对大宋国家不利 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 然而国家的发展进步 仅仅有人直言必证 批评监督还远远不扣 更需要能给国家带来实质性建设的人 那么范仲淹会不会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 提反对意见的人 在他围观期间 又被国家做过哪些具体的贡献 范仲淹不只是一个能批评的人 他还是一个能建设的人 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当中 范仲淹的才能是非常全面的 他做地方官 比如说在他老家苏州做地方官的时候 就能够在当地兴修水利 他主持兴修水利的时候 之前他会自己去勘测 去询问顾老 去找出最佳的解决水患的方案来 而当这个水利工程开工之后 他自己也是能够身先士卒的 他不是一个只会在书斋里头空谈的人 他自己会到工地上去吃住 再亲自指挥 再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说 范仲淹批评当时的宰相宇宜简 后来吕宜简曾经为了让范仲淹闭嘴 吕宜简大概是这么想的 就觉得说你天天批评 因为你没事干你才批评我 如果我给你找个事干 找一个特别忙的职位 把你站住 你自己也会发现 批评容易干事难 做事情是很难的 批评是很容易的 所以吕宜简就想了个主意 他找了一个最难做的职位给范仲淹 什么难做呢 开封的知府 这是首都市的市长 周围的官都比你大 就比你大的官比比皆是 然后还有些崖内呀什么的 周围的利益盘错 而且首都的人民也不好惹 首都市的市长是非常难做的 中央在这儿 吕宜简呢就为了刁难范仲淹 就任命他去做开封知府 可是让吕宜简万万没想到的是 范仲淹就能够把这个开封府治理好 当时开封的人有这么一句话 朝廷无忧有范君 京师无事有西文 西文就是范仲淹的字 就说范仲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 多难办的事到他手里都能办下来 他有着非常厉害的行政能力 他懂得学 而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什么 范仲淹有军事才能 1038年宋跟党巷开战 开战之后就是不断的吃败仗 宋朝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然后一仗接着一仗的败 最后怎么样才挽回了败局 保卫了边境的安全 那是在范仲淹还有他的战友 韩琪庞吉上战场之后 范仲淹在西北边境上捅兵 那是很有一套的 他知道怎么样子对军队的组织系统进行改革 他知道要从这些脸上刺着字的 这些航武出身的军人当中去培养军事指挥官 比如说后来特别有名做到了枢密史的狄青 就是范仲淹发现并且培养的 范仲淹就把狄青叫过来说 他知道狄青很能打 但是狄青的文化水平不够 他只是一个大头兵出身 于是范仲淹就把他叫来跟他说 说你要做一个好的将军 就必须要知古今之事 于是他就给他春秋 让他读春秋学古代的战力 提高狄青的军事思想 正是在西北边境建立功勋之后 55岁的范仲淹在清历三年进京 先做疏密副史 然后做参之正史 也就是副宰相 开始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 范仲淹从西北进京 进入中央领导集体 其实就从一个之前的满怀忧患意识的批评者 就调转了一个身份 他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现状的 一个主持政局的国家领导人 他有这个权利 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这是范仲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领导庆立新政 北宋年间 因为战争消耗巨大 朝廷与百姓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 加上励志腐败 民怨四起 大宋政权一世间击毙重重 危机四伏 宋仁宗更是忧心忡忡 此时他想起了 对国家避政屡屡直言禁见的范仲淹 并决心重用他 希望他能够通过格属弊政力挽狂澜 重振大宋王朝王日的帝国雄风 然而面对这次实现报复的大好机会 范仲淹却犹豫不决起来 那么他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一面呢是仁宗不断的催催催 当面只要见面就说这件事 而且呢还派宦官到宰相办公室来 请范仲淹 你赶紧的拿个改革方案出来吧 到最后甚至还开了天章阁 干嘛呢 天章阁什么地方 天章阁是藏着真宗 就仁宗的爸爸真宗的玉书的地方 藏着先帝的玉书 开天章阁是一个非常大的动静 先帝的玉戎 先帝的遗像在那挂着呢 先帝本朝的列祖列宗在上 都看着我们呢 我仁宗 我作为本朝的当今的皇帝 我希望要改革 然后当着列祖列宗的面 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改革方案 仁宗开了天章阁 然后就让人准备好了纸 准备好了笔 他要干嘛呢 就让范仲淹复毙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央领导 你们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就现在就给我写出来 你们认为这个朝廷 这个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 应当怎样改 你们就在这儿给我写出来 我要立等可取 这就是仁宗的催催催 仁宗是一路催催催 而范仲淹却是一路推推推 就范仲淹究竟在想什么 他是个非常有忧患意识的人 他知道这个国家有问题 他也知道应当改革 但是为什么 当皇帝这样着急的时候 他却一直在推 一直在拖 他为什么在拖呢 他跟复辟 跟他的这些朋友 他在私底下说 他觉得这个国家改革 不是一个一朝一夕 能够完成的事情 这个国家 不管是皇帝 还是文武百官 还是老百姓 都是长时间以来 安逸惯了 在一个安逸惯了的国家当中 问题是不断积累下来的 七八十年 这些问题积累下来 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想要改变他们 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可是皇帝这么着急 范仲淹觉得这是不行的 但是这件事情 还不是范仲淹说了算 是皇帝说了算 所以当皇帝打开了天章阁 要立等可取 逼着范仲淹 拿出改革方案来的时候 那范仲淹没辙了 他只好跟皇帝说 在这儿我们当然是写不出来 我们回家去写吧 最终范仲淹拿出来了 一个改革方案 就是打手照 调成实事书 就是他的十大改革纲领 接下来呢 就按照这十大改革纲领 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 这个改革看上去 确确实实是轰轰烈烈的 而且这个改革的确触动了 这个国家当时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当时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就是官僚机构的问题 官僚机构庞大 人浮一世 当时的官员选拔主要是靠什么呢 靠论资排辈 大家熬着吧 早晚会上的 那么那些有才能的人是上不来的 能上来的就是老漫无能之人 还有那些有办法的人 范仲淹的改革就是改变过去这一套 要改成什么呢 要实行政绩的考核 要让那些真正有能力的 有才能的人上 这是范仲淹改革的第一条 范仲淹改革的第二条是什么呢 就想要缩减这个官僚队伍 怎么缩减呢 当时有一个叫恩应制度 就是那些高级官员的子弟 可以凭借着他们的父亲祖父 或者是哥哥当大官就进入官场 获得一个进入官场的这个资格证 这就叫恩应制度 那么当时的这个恩应的规模 恩应的数量 就是一个官一个侍从官 就是高级官员 在20年之内 把他们家20口人拉拔进这个官场 是毫无问题的 这是制度规定 这不是不正之风 他跟不正之风还两码事 制度就规定了 20年之内 你官做的够大 就可以进来 你们家进来20口人 如果你官做的还够大 可能你临死的时候 给皇帝上一个表 你们家的剩下的人 甚至包括你们家的看门的 都有可能因此进入官场 范仲淹觉得这个不行 要改 而且第一要缩减 通过恩应进入官场的这个规模 第二呢 范仲淹提出来 这些个通过恩应进来的这些官僚子弟 之前呢是不考试的 只要是到了年龄就能去当官了 范仲淹说这不行 必须要考试 如果我们考试的话 那么这些人就会念书 就会学习 最起码对他们的才能 对他们的技能有所提高 在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歪风邪气呢 就是宋朝国家有一个叫做管阁的制度 那个管阁原本就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或者社科院这样的地方 就是那些原本应该是那些最有才能的 文章写的最漂亮的科举考试考到最前边的人 才能进这个管阁 管阁离皇帝很近 离宰相很近 他们就很容易被皇帝宰相看重得到提拔 这是个升迁的高速路 这条路原本是给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留着的 但是现在这条路已经被那些特别高级的官员子弟用上了 就被他们占了 就好多宰相的孩子就在这个管阁里边耗着 没名额不是吗 没名额我们可以先不要正式的管职 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先进去做一个管阁读书 我们先在那先念书 过几年慢慢不就有名额了吗 再慢慢慢慢就上去了 这条路也被高级官员用了 范仲淹说这不行 必须要恢复管阁的本来的意义 这就是范仲淹的改革措施 我们看他的这个改革的这个矛头指向哪呢 他的改革的矛头指向的就是官僚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 而且他想要触动的是那个官僚集团当中 还是最上层的那些高级官员的利益 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知道 为什么仁宗催催催而范仲淹是推推推了 原因是什么呀 他知道这个改革一定阻力很大 而阻力很大就需要皇帝很支持 仁宗在开始的时候的确也很支持 所有这些改革的措施一条一条的 只要改革派提出来一条 那么仁宗的都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向全国推开 而且范仲淹他们派出去考察 地方官的这些工作组的工作 确实是非常有成效的 所到之处啊 那些老迈的官员就一批一批的被拿下 这就是庆立新政 范仲淹在这个改革当中表现出来的勇气 是非常可嘉的 比如说要甄别地方官 他当时范仲淹拿着一个花名册 他要选的是什么呢 就是陆级的官员 就是地方官 他拿着这个花名册就看 看到一个不合格的呢 他就拿着一个红笔 就把这个人勾掉 这个人是应该撤的 他当时改革的这个战友啊 跟他一块主持改革的书密副使 傅毕 这比范仲淹小很多 傅毕呢 在旁边看了就说 傅毕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改革者 但是傅毕看范仲淹在那勾人的时候 傅毕就开玩笑说 说你这一笔勾下去啊 恐怕他全家都在那哭了 他全家要嚎啕大哭了 范仲淹听到这话之后 就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傅毕说 说你觉得是让一家哭好呢 还是让这一路的人哭好 一路那是好几个州的地方 范仲淹很坚决 他的改革的思路也是非常对路的 他的政策应当说是抓住了 当时宋朝国家机器当中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问题 但是 这一场改革只持续了一年 到了庆历四年八月 范仲淹呢 就被迫离开了中央 这个改革实际上到这就流产了 范仲淹先是戴着参知正式的头衔到地方 然后到第二年 仁宗又把他这参知正式的头衔拿掉了 这是他人生之中的第四次的贬折 岳阳楼记呢 就是范仲淹 第四次被贬时候的作品 他当时在哪呢 他当时是在邓州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邓县 他被贬了 他寄予厚望的改革失败了 但是 他心里头想的还是国家 想的还是皇帝国家朝廷天下百姓 这个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这应当是范仲淹离开中央之后 常常想的一个问题 明明是一个对的改革 但是最终还失败了 为什么呢 范仲淹最终被赶下去 他的反对派用来攻击他的罪名是什么 跟他第一次被贬饶州时候是一样的 就是捧党 说他结晓集团 当反对派攻击范仲淹 结晓集团搞捧党的时候 仁宗就动摇了 就放弃了对改革的支持 对改革派的信任 那么最终范仲淹没有办法 就只好离开中央 改革也就失败了 这就是范仲淹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用司马光的话来说 叫做 臣有事业 君不信任 终不能成 就是皇帝的信任 是做成一切事情的根本 这就是帝制时代的 最重要的制度 也是帝制时代 改革派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范仲淹没有办法脱离他的时代 范仲淹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 他忧的是国家 因为忧国 所以他可以忘记个人的安危 最终我们看庆立新政的话 就是一句话来说 庆立新政的话 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 一群忧国忧民的人 败在了一群中日担忧自身利益的小人的手下 这就是范仲淹的忧 一生遭遇四次贬折 在他人看来 范仲淹实在是不幸 对他这样一位忧心家国天下的人来说 理想抱负无法实现 无疑是糟糕而痛苦的 然而在赵东梅老师看来 范仲淹也有他快乐的一面 那么在范仲淹的人生中 又有哪些乐的事情呢 我想范仲淹的乐 应当说他最大的乐就体现在 他其实是一个善于从逆境中走出来的 一个坚强的人 是一个特别能耐得贫的人 很多年轻时候穷的人 当官之后 就会比那些小时候日子过得好的人 还要贪婪 但是范仲淹不是 他一辈子都耐得贫穷 比如说他满年的时候 他跟他家里的晚辈就说过 说老夫平生历经风波 唯能忍穷 故得迷惑 范仲淹是真能忍穷的 他不计较财产 他47岁的时候呢 在苏州老家当地方官 范仲淹看中了一块地 本来是想要自己安家的 而且算命的也跟他说 说这块地好啊 你如果在上边安了家 那你将来子孙呢 世世代代都富贵 可是范仲淹听了这个话之后 反而改主意了 他不要用这块地来做自己家的宅子了 他要用这块地来做什么呢 要来盖苏州的州学 他要来盖地方政府的学校 为什么呢 范仲淹说呀 说我一家富贵 怎么能比得上建一个学校 让这地方的读书人世世代代富贵呢 培养这地方上的读书人 那才是无穷的富贵 这个学校呀 范仲淹盖得非常之大 当时就有人觉得说 盖个学校盖那么大干嘛 但是范仲淹说 我还担心这学校 以后还不够用 在这些个事情上 范仲淹永远见 他得乐趣 孔子曾经表扬自己的好学生 颜回说 贤灾回也 为什么贤呢 一单食 一瓢饮 再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就是这么穷啊 就着西州喝凉水 而且住在这么破的地方 别的人都会觉得忧愁 唯独颜回觉得快乐 颜回为什么快乐 我想范仲淹知道这个答案 范仲淹说 前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的人生的乐趣 跟颜回是一样的 他能够忍住穷 不在乎物质生活 不在乎政治地位 甚至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在这个所有这一切的浮华的背后 他有一颗追求超越的平常心 他的心里边始终都装着崇高的理想 所以他才能够超越物质的匮乏 超越一般人拘泥的那些东西 这就是范仲淹的乐 是颜回的乐 也是范仲淹的乐 在宋仁宗的黄幼四年 也就是公元的1052年的五月 范仲淹在徐州去世 中年呢 只有64岁 而他所写下的岳阳楼记 还有他的先优后乐的故事 则一直流传到今天 我想在未来的岁月当中 岳阳楼记也会一直传唱 而范仲淹的优乐故事 也会一直流传下去